颈动脉斑块别担心 中医有办法 这个视频帮你少走弯路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颈动脉斑块是很多中老年人常见的问题 会出现头晕头痛 肢体麻木 甚至说话不清 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 除了会让头疼以外 还会导致脑促中 关心病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更可怕的是 一旦颈动脉斑块脱落了 就会堵塞住血管 导致大脑的工学不足 诱发脑梗这些严重的后果 斑块呢 虽然可怕 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药可救 中医认为呢 颈动脉的斑块是因为 痰灼血于阻落而导致 在中医治疗上 主要就是以 化痰去湿活血化瘀通落为主 但是呢 我还主张啊 先要扶症 针对着不同患者的症状去辨证论治 因此啊 这样的治疗方案复杂 很难找到一款啊 合适的忠诚药 非要推荐不可的话 那我就以化痞为主的 血腐注意堂 它虽然不全面 但是化痞的力量还是可以的 患者如果出现特别怕凉怕冷 阳虚这样的情况 那就再加上一些温阳的药 有了阳光才能有热量 动能使血瘀去除 血管才能畅通 对吧 就不过来